男人的身体不断抽动 接着缓缓站起身 而旁边的女人不吃就一拳 但她却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来到轮椅小哥旁 朝着她的脖子咬去 女人见到这一幕 二话不说就跑到车上 可她要找到自己的男友一起离开 但背后全是人 并且此时的小帅 正在和变异的丧尸展开大战 忽然一只丧尸冲来 足足抓了七七四十一下 都没能咬到她 小美见状直接离开这里 可刚死里逃生的小帅 见到女友已经走了 并且周围全部都是变异的丧尸 内心彻底绝望 这场景只能用一个字形容 太诡异了 这时她发现了正在远处 和丧尸扭打一起的同事 内心一下又有了希望 见到这里已经乱成一锅粥 毫不犹豫地离开 可同事跑得速度太快 一年没运动的小帅根本跟不上 刚想捡起地上的手机 没想到天上居然掉下一个肉饼 小帅笑得瞬间哑巴呆住了 一向看不惯她花心的大漂亮 直接丢下小帅一个人 在生死关头 她也一点也不满 对着小可爱夸叉 就是几下 见到已经领和饭的丧尸 这才安心离开 可当大漂亮来到车旁时 却发现一个女人 居然挡住她的路 刚想上去询问情况 见到地上的小女孩 大漂亮这才意识到 这女人居然亲手 将她的变异女儿杀死 小美好心 劝她赶紧离开这里 正好小帅赶到 女人回头看见背后的丧尸 吓得她一下果断接受 可就在这时 路边又出现一只交通丧尸 她直接将玻璃给干净 三人无奈下 只能停下车 汽车居然在这时 意料内抛锚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发生 女人逛街 却遇到丧尸 而小帅刚下车 也被这群小可爱盯上 接着她站起身 见到马上领盒饭的女人 她也表示无能为力 可经发媚的潜能爆发 直接把丧尸推开 眼前的丧尸越来越多 两人祈求小美叫门打开 见到小可爱就要冲来 她将两人放进来 此时丧尸在外面 不断发出诡异的叫声 于是两人准备 制造武器应对 小帅也同时 找到心仪的武器 大漂亮率先探路 可周围的丧尸数量 正在成倍增长 并且他们把 唯一离开的车给包围了 此时强哥拿出电锯 大声一吼 将电锯的马率开到最大 周围的丧尸 一下子被吸引过来 面对走来的小可爱 小帅上去就是一棒锤 把旁边的小卡拉 全部解决 两个女人也蹭机绕道 可此时自己的电锯 居然没电了 无奈下只能掏出 背后的棒球棍 对着旁边的小可爱 夸叉就是一棒锤 刚想在一棒锤下去时 木棍却被背后的丧尸抢了 小帅见到局势不对 准备离开 可丧尸的数量 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 于是跑到车上 没想到被抓个正着 无奈下他只能离开 这个鬼地方 但自己的脚居然被绊倒 见到如此多的丧尸 小帅爬到车顶上 接着纵身一跳 从车的另一端离开 顺利地跑到附近的出口 反手就把钢门锁上 无数的丧尸让小帅险些崩溃 可他刚转身 这一幕让他彻底绝望 还有一只小丑 出现在眼前 并且发现了身后的自己 一边的好兄弟也听到声音 而小帅抄起旁边的椅子 丢出一个铁块 但这造成不了伤害 接着360度大摆锤 捡起地上的手枪 将卡在墙壁的小卡拉 地枪送去西北 但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因为小丑已经盯上他了 男人举起枪 对准眼前的小丑 可刚想开枪 枪里面居然没有子弹 变成丧尸的小丑 一把将它按倒在地 眼看小帅就要领了盒饭 突然一声车鸣 把针要下手的他 直接送去西北 而附近的丧尸 已经冲破牢笼 小帅毫不犹豫地上车 原来城市出现丧尸病毒 而这些药物无法产生作用 小帅是个现场记者 发现了这个真相 并在逃跑时 遇见了一个顺利康复的女人 从她的口中得知 原来大伙用的解药 都是冒牌的 真正得解药在不远处的仓库 三人顺利地来到藏放点 并且这里有他们需要的解药 于是小帅将这件事拍成视频 没想到一下爆火 而这也将一群小混混吸引来 他们想将这里占为己有 以此获得暴力 并且发现了藏在暗处的小帅 一下子将它打晕过去 等小帅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居然被绑起来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发生 一群丧尸正在向它靠近 而此时的丧彪正在一边乐呵 附近的小可爱听到录音机的声响 全部都赶来 小帅见状 直接把它踹倒在地 可地上的机器又响起来 绝望的小帅有点绝望 眼看自己就要被吃掉 情急下利用丧尸背上的小刀 顺利得挣脱 并且一只丧尸正在走来 他没有思考直接躲开 接着一声爆炸 一把小刀飞出 把坐在高处的丧彪送去西北 于是小帅开上摩托 准备将这群丧尸引到营地 让驻扎那里的人一次性解决 可当他来到基地时 这些小卡拉却不放他进来 突然背后出现一辆法拉利 两人急忙躲起来 强哥走下车 接着对着天空发射烟雾弹 周围的丧尸不断靠近 他从后备箱拿出一颗炸弹 要将驻扎这里的人 全部送去西北 原来强哥是小混混的头目 本来想要将解药站为己有 可谁知仓库被这些小卡拉摧毁 并且自己还被咬了 绝望下他要让这些人一起陪葬 小帅蹭强哥不注意 冲上来要把他放倒 可被他一下甩开 接着强哥拿起手上的炸弹 扔到营地围墙 可没想到小帅捡起来 一把丢到正在和大漂亮撕扯的强哥 并在一声爆炸中引恨西北 而两人的果断也顺利赢得认可 丧尸危机也得以解决 海仓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原生